嗨 大家好 我是宇洋 嗯 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過去幾年 旅行的一些事情 然後還有旅行教舞的事情 然後其實 我一直很想 我一直很想避免講到旅行這兩個字 因為我覺得這個字會讓大家想到 套裝行程 跟遊覽車 但其實就是不管是我或是歐北來 我們一直都想說的事情就是其實 旅行有很多種方式 然後 耶 等一下 然後 欸他不理我 欸 那很直 欸 有欸 他不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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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就是像我自己的話 我現在22 然後我從 我都16歲開始旅行 然後前幾年 我比較常去的是歐洲跟東南亞 然後一直到 一直到我大概19歲的時候 就開始花比較多時間在中東跟非洲 然後 然後 像我自己的話 我從來不 我都訂單程機票 然後 我不會做 完全不會做任何計畫 然後一方面也是為了省錢 所以我很少搭飛機 我都走路路 所以我就跨很多邊境這樣子 然後 然後 就知道就是每次這樣講 然後大家都會問一個問題就是 你一個女生你不會怕嗎 但其實就是 我覺得我當初會出去的原因就是因為我想要一個人 所以我不會 協議一個人 這件事情 就我想要一個人 我想要跟自己說話 但是 在過去這六七年以來 就真的就只有一次就是 我覺得我 我要放有氣我要回家 然後我之前幾次有機會跟大家分享的時候 也有講到這件事情 但是 有點沉重 就太這樣 然後 這 我也想講這件事情 是因為我一直很希望在這件事情發生疫情 有人跟我講過這件事情 但是沒有 然後這件事情就是我去年 我在一一年的時候 我在埃及的時候 跟貝都女人住在沙漠裡 然後我很想念那時候的生活 所以我去年 畢業之後我就回去找他們 然後我跟他們在生活了一段時間之後 我就決定我要從西南半島 然後埃及 走陸陸的過整個東飛 然後 我那去之前我自己知道 這可能會有點辛苦 但是就覺得 啊 對啊 可以啦 然後 那時候 我從 埃爾 伊索比亞 過邊境到那個奈洛比 到橫亞的 然後我想去奈洛比 然後他就 我就問 我就過完邊境之後 我就問說 下一班公車到奈洛比是什麼時候 然後他就跟我說 你要等三天 但我不想等 就想說 我要在這邊待三天要幹嘛 因為那邊什麼都沒有 就 點頭草噴塗 之類的 我就不想等 所以我想說好那我搭便車 對 我那時候運氣很好 我就大概半小時 我就攔到一台很大的卡車 然後一台大的卡車 上面有非常多的牛 因為他們要載牛去 大城市裡面賣 然後我就上車 然後 那天我記得好像三十幾度 反正就非常非常熱 然後司機給我的那個位置 就大概 大概三十公分寬吧 就非常非常非常的小 然後路非常的差 那已經不是用路況差來形容 就是 你真的有一半的時間 你人在空中的 太過一彈跳 但是我想都沒關係 就是 那不會做多久 那天好像一千公里吧 就 了不起兩三天 不然可以多久 後來我一上課之後 我就覺得有點不舒服 我覺得很冷 然後我就 那時候第一個想法 就是我一定是感冒 因為我在非洲那段時間 很少機會可以洗 就是根本沒有洗過熱水澡 也可以洗澡 我已經很幸運了 洗熱水澡就是跟夢一樣 所以我那時候第一個想法就是 我應該是感冒了 所以 我就想 我就吃藥 但是我吃完藥之後一點用都沒有 然後我就開始發燒 我開始想吐 頭非常的痛 我旁邊那個非洲人 他就問我 他就問我說 你有覺得頭痛嗎 我說有 他說那 你有沒有肚子不舒服 我說有 你發燒嗎 我說有 他就問了非常多問題 然後我自己也知道 他想跟我講什麼 他想跟我講說你的瘧疾了 但他不敢跟我講 他不敢跟我講 我自己也知道 我自己也知道 這絕對不是一般的感冒 我今天太痛苦 一直到那天晚上 司機 司機跟我說 因為那條路上面根本就沒有燈 所以你就是 窗外看出去 他就是一片立末 什麼都沒有 司機就說 因為真的太暗了 所以我們沒辦法繼續開 所以大家必須在這邊住一個晚上 那天晚上我們全部人都睡在 茅草屋裡面的木板上 我不敢睡 因為我覺得我一睡 我不會再醒來了 我真的很不舒服 很痛苦 非常非常痛苦 但最後還是太累 所以我睡著 那一個小時之後我就醒了 因為很想吐 那次醒來我要套上鞋 想要出去外面 我怕我連走都沒辦法走 所以我用爬的爬出去 然後我吐的全部都是胃酸跟膽子 就是顯黃色的 我那時候很絕望 我就覺得我一定要打電話 我打給誰都好 我一定要打電話 我就把手機開機 就手機一格訊號都沒有 很絕望 真的很絕望 我覺得我一個人會在那邊死掉 然後明天早上他們找不到這個台灣女生 他們也不會在乎 就走了 我是真的可以感覺到 我的生命就是在流行 我越來越沒有力氣 我連站起來都沒有辦法 然後那一天 我就坐在地上 一直等到早上五六點 然後全部人都醒來了 他們就說要繼續出發 我就跟司機講說 我得瘧疾 我很想看醫生 不然我可能會死掉 他就跟我講說 我沒有辦法幫你 因為路上什麼都沒有 就是什麼都沒有 我說那可不可以麻煩你開快一點 拜託 因為我如果晚一點去醫院 我真的有可能會死掉 他說我盡量 那真的 就是除了身體的痛苦之外 真的很絕望很絕望很絕望 你什麼都不能做 你只能坐在那邊等 然後你又很不舒服 然後你被 你坐在一台上面 有牛的卡車裡面 你手機沒辦法打 你沒有藥 你不知道藥怎麼辦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到醫院 而且那條路其實沒有那麼長 就大概 一千公里吧 我等了三天我才到醫院 而且那醫院 看起來就是很像一個棚子 大出來的 但我那時候已經沒有辦法選擇 我就走進去 我就說我等虐急了 拜託你給我最好的藥 結果所謂的最好的藥 其實才台幣四百塊 你可以想像 就是便宜的 可能就只要幾十塊 但每30秒 非洲還是有一個人的死於虐急 他們連這種 這麼 只要幾十塊就可以成就一個人命 他們居然沒有辦法負擔 我開始吃了藥之後 我就覺得我不能待在那地方 因為那地方也是一個小鎮 我想說 我只要一退燒 我就繼續搭車到奈洛比去 去大城市 所以我就上車 我那天晚上 絕對稍稍微退一點 我就上車 又搭了六個小時的車到奈洛比 後來 後來我下車之後 平常我都會盡量找便宜的地方去住 那天下車之後 我就看到第一件 我就走進去 我那天晚上就像昏倒一樣 我鞋子也沒脫 我隔天早上起來 我鞋子還在腳上 我就像昏倒一樣 但隔天早上起來 我已經覺得身體有好很多了 那天晚上我記得 因為我在吃藥的時候 那個醫生有跟我講說 你吃這個藥 副作用會很強喔 就是你還是會頭痛啊 你會肌肉痠痛 也沒的 我想說 沒關係可以好就好了 結果 結果 結果就是 欸 就是我在 那天晚上 我覺得我的左腳超痠 超級痠 我想說 應該就是負作用 就忍耐一下 結果 我隔天早上起來 我的腳就是兩倍大 整條都是紅色的 我沒有辦法走路 就是真的是兩倍大 然後 很痛 我每一踩一步 我眼睛裡面都是眼淚 就很痛很痛 就那個 我就搭計程車 我就搭計程車去 東非最大的醫院 我 我一早就到了 我六點多就到了 然後我就說我要看醫生拜託 那護士跟我講說 阿醫生再兩個小時會來 然後我就坐在那邊等 那是我 過去七年以來 第一次覺得我要崩潰了 我要放棄我要回家 後來醫生 我等了兩個小時 醫生一來 他拉開那整間的門簾 他一問我怎麼了 我就崩潰大哭 那是我第一次 真的覺得我要回家 我沒有辦法再接受 後來醫生說 我得的是風物性主治癌 但是 那跟瘧疾沒有關係 那只是我那時候 就是身體很虛弱 反正就是被感染 就是 一般我們可能吃感冒藥 你吃抗生素的話 一天可能就是 吃250 或是500 已經算蠻多了 我那時候一天吃6000 每天打 每天吃 然後我瘧疾還沒好 所以我就兩樣東西 然後我躺在床上 我記得 我真的印象很深刻有一次 我晚上 半天想要去上廁所 我自己知道我腳很痛 所以我必須要很 就是 一想要上廁所 我就要趕快起來 因為花很多 走到廁所會花非常多時間 我印象很深刻那一次 我還沒走到廁所 我們要喘開 我褲子就死掉了 那時候 就大哭 因為我覺得 我自己一個人 然後我連自己一個人 上廁所都沒有辦法 但是 那三個禮拜 我就躺在床上 我不能做什麼事情 我就只能好好休息 我那天三個禮拜躺在床上 我後來看我那時候寫的日記 就是 就是真的就是我 那時候不斷的寫著 活著好好 我寫在一百次 一直寫一直寫 我好的時候真的覺得 我平常根本就不覺得說 活著本身 活著就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 你今天早上起來 你還可以走路 或是你還活得好好的 根本就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 這是我以前覺得的 我那時候才知道 活著本身就是一件 非常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 我可以用我自己的腳走路 或是我吃得下 我還可以走 本身就是一件 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 我那時候好了之後我就 那時候雖然講都要放棄 但好了之後我還是繼續走 然後 好了之後我就去 南部的那個 那個 那個 反正就是有動物大前行 就是他們會往南方 去泰山尼亞去 尋找水源 然後你真的可以看到 幾萬隻的那個 斑馬林養 然後就狂奔 只是為了他們要去 有水 有食物的地方 你真的可以感受到生命 會帶給你的感動 那時候我去一個馬賽楚的村子裡面 然後他們沒 嗯 他們15歲的時候 他們必須殺獅子 來證明自己的勇氣 然後他送我一顆獅子的牙齒 是一條牆連 然後他說 因為我跟他講之前的事情 然後他說 這可以帶給你的勇氣 然後 在這之後 我好了之後 我腳又感染了一次 然後 但是我那時候運氣很好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也是在一個沒有 沒有醫院的地方 但我遇到兩個澳洲人 跟一個德國人 他們 把他們身上所有的藥都給我 然後就跟我講說 你覺得裡面有什麼 你可以用的 你就拿去 然後我說真的嗎 可是你們還要再待在費多大一陣子吧 他說沒關係你就拿去 然後他就跟我講這句話 就是 扶別一把對三文人講不算什麼 就是 很多很多很多這種事情一直發生在我身上 然後所有的困難 最後都有 什麼事情發生來 證明我一直相信的事情 然後這個事情 就是 講起來非常的熟 就是很愛 就是 我覺得大家講到這個字 就會覺得很俗氣啊 或是怎麼樣 但其實這個字 它非常非常簡單 就是 就是你 無私的想要幫助一個人 你沒有求任何回報 你只是看到有一個人需要幫助 然後你就去幫助他 就這麼簡單 呃 那時候我沒拍照 所以跟這個照片無關 就是我 記得有一次我在 敘利亞 我在土耳其要過 要過 露露去敘利亞 然後 其實我走露露 所以 就有點有趣 就是你走在 一個路上 然後問人家一個國家怎麼走 然後問人家 請問敘利亞怎麼走 然後他還真的會 跟你講一個方向 然後我就去了 我就直接去邊境 然後我就出土耳其國境 然後我就在那個 蓄利亞的邊境跟他講說 呃 我要進去 蓄利亞 然後他不給我簽證 因為他說 不是因為我是打理人的關係 是因為那時候蓄利亞有暴動 然後他 現在更嚴重 現在很誇張 他不讓我進去 然後 我說 可是 你不讓我進去我也回不去了 所以我在那條路 是什麼國家都不是的地方 就是兩個國家中間 的一百公尺 那他不讓我進去 後面的人也不讓我回去 我想說那怎麼辦呢 就是你 那我想怎麼辦 然後那天 我因為早上就去了 然後那天45度 我沒有任何水位 沒有任何食物 我坐在那邊等了八個小時 他都不給我簽證 後來有一個 也算十級的簽證官 他就走過來跟我講說 你不要再等了真的 他們不會給你簽證 沒有人在幫你做這件事 就是沒有人在打電話 或是問什麼的 你等再久他都不會給你簽證 我就說 那如果你是我 你要怎麼辦 就是 我回不去 我也進不去 我現在卡在一個哪裡都不是的地方 後來是那個 實習的那個海關 他幫我打電話到 大馬仕閣 幫我拿到 過境簽證 他還幫我買了水跟食物 然後請人家帶我去火車站 我跟他根本就不認識 我覺得他甚至連我是哪裡人都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我是誰 但他願意幫我做這件事情 因為這是他可以做的事情 這就是愛 然後 是不是沒有時間 只剩一分鐘嗎 沒關係 我不跳過這個 就是 講到一個人旅行 其實 我沒有 跟人家一起旅行過 所以我沒有辦法講說 跟人家一起旅行的感覺是怎麼樣 所以我硬要講的話就是有一次 我今年三月的時候 我開車去北極 然後我還沒去之前 就是我有一個朋友問我說 欸你 下個月要幹嘛 我說我要開車去北極 他說什麼我要去 然後 我說喔 好 然後他那時候人在土耳其 他就說 他說欸那我去找你 然後他就真的也訂機票 然後來跟我匯合 然後我在半路跟他匯合 我說我要一直往北開 我會看到橫北 我看到要進北極圈然後再北 他說喔沒關係 然後因為我就跟平常一樣 我沒有訂任何幾 飯店或是住的地方 我就想說開到哪 那到了再說 我跟那個朋友 我們那天開了17個小時 因為我們找不到地方住 然後又找到兩個人家 但非常非常非常的貴 然後我就是那種 我才不要付那個錢 所以我們就一直開 然後我不敢把車停在路邊 就關著 開暖氣 因為我覺得 因為那樣會沒電嘛 你隔天就沒有辦法再發車 所以你就只能一直開 他才會不斷的回電 所以你暖氣才可以一直開著 一直到半夜3點 我們兩個都忍不住 就覺得我一定要睡 我一定要睡一下 我們就 停在腳站 然後想說好 先車窗關起來 睡袋什麼 全部EVO拿出來 然後就睡一下 我半個小時之後就冷醒了 我車上半湖水 已經變成冰塊了 很可怕 就是因為室溫死掉 是一件 你其實沒什麼感覺 你就是會慢慢死掉的事情 然後我就覺得不行 我就說好 我開 我那時候也超累 我說沒關係我開 我開 我從3點又開到5點 我又再開了兩個小時 然後那時候路面有暴風雪 五公尺外的路 我全部都看不到 然後路面全部解冰 結果我出車禍 我撞到柵欄的穴堆 然後整台車轉轉轉轉轉轉 那時候真的一片空白 就覺得一定會死 絕對要死了 但還好路上沒有其他車 所以我沒有就轉轉轉轉 然後就真的就沒事 那是我第一次覺得 自己跟我在一起的人 他把命交在我的身上 所以我不能就是這麼亂來 然後那是我唯一一次真的 好像有跟人家一起旅行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我真的沒有辦法跟人家一起 我沒有辦法代付各位的生命 對 其實有很多攝影棚跟大家講 但是時間不夠 所以 舉負幾圈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拿出你的智慧型手機 然後 然後 很多人都會問說 為什麼我要去那種危險的地方 或是怎麼樣 其實我真的覺得 我自己老誤報大家 我如果不把自己逼到一個極限的話 我不會看到自己可以做出這些事情 你 不到不得不堅強 不得不勇敢的時候 不會變得健常很勇敢 對我來說 對 所以 你們可以選擇 在我們粉絲也按個讚 或是 如果你對我之前去的地方有什麼興趣的話 可以寫信給我 對 上面那些email 或是你直接搜尋我的名字都可以 謝謝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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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